本科哈贡大 研究省去到土豪学校 沙特阿拉伯 大把给钱带运纳一些 同学们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去年 就是2021秋季入学的一个 申请数学博士项目的一个案例 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学生 2021秋季入学的 照例呢 我也先跟大家去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然后去介绍一下他的录取情况 好吧 我已经把他的相关材料都打开了 OK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在国内哈工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读本科数学专业 然后呢 他的GPA或者说百分之加权均分 实际上不算很高 他的百分之加权均分 在我们提交申请的时候呢 是83.7左右 就是均分不算很高 但是呢 他的相关专业课成绩是更好一些的 以及呢 他的高年级的课程是比较不错的 他只是说前面大一搭的时候 成绩会拖了点后腿 但是他后期的尤其是相关专业课成绩很不错 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均分不高的基础下 比较好的一点 然后呢 他的标划成绩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托付成绩 托付成绩单次最高的是97分 就是对于大多数的数学相关的研究生来讲 这个分是够用的 不高 但是够用 然后呢 GE成绩的当时考了151加170 不算一个高分 但是呢 对于申请来讲 基本上够用 可用 因为像数学相关专业 包括像PhD 博士项目 他的招生审核理 相对于就是标划成绩来讲 就是他会更侧重你的就是学术准备 你的相关的一些研究经历 你的就是推荐性 你的文书 这些东西 他看的比重会更高一些 那标划更多是起到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参考标准 你只要合格达标 那么在这基础上 你分数越高 当然越好 但是他的一个编辑收益就会很大幅度的去下降 好吧 OK 然后呢 大家要看一下他的一些录取情况 2月18号的时候 他收到了就是沙特拉伯国王科技大学 也叫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就是著名的一个土豪学校的硕博联读 其实就是MS-PhD 就是硕博联读的一个项目 就是呢 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的这个研究生项目 硕博联读的 这个学校就是知道的人都会知道 他是一个土豪大学 因为呢 他的经费非常非常充足 然后从全世界的顶尖高校呢 挖优秀人才到这里做他的教职工 然后呢 招理工科学生也是大把的给钱 包括提供的各种待遇 还有就是一些配置都非常不错 然后呢 这是我们2月18号 就是2021年2月18号 收到的第一个offer OK 当然他所有的offer都是足额的奖助学金的 这里面我就不一一说奖助学金情况 那么第二个录取呢 是在4月7号的时候 收到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录取 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博士 实际上呢 港中大比较早就给他发的推延信了 教授很早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邮件 是叫他了 只是说呢 研究生院这边去正式出这一个正式的录取信 这个是要花一点时间的 这是4月7号拿到的正式的offer letter OK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呢 这是港中大的一个奖学金的offer letter 然后呢 第三个录取呢 是在去年的2021年的4月16号 收到的佛罗里达大学的博士录取 这是他的博士录取off letter OK 因为也有学生会问问及啊 就比如说像哈公纳呀 像同济之类的 这种就是可能在美国的 就是黑名单上的 这样的一些学校 那申请会不会有影响 首先呢 从申请的角度 只有极少数的一些博士领域 或极少数的一些敏感领域 或者说一些博士项目 他的一些经费来源 来源于美国政府或者军方的话 这种情况呢 那申请肯定会有一定程度受影响 那否则的话呢 其实从申请录取的角度啊 学校其实不会太去 从政治角度来去考虑要不要理 这更多时候的申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签证这是另外一回事 签证要看当时的一个中美的实际的关系情况 这个可能要看情况好吧 OK 这是他的佛罗里达大学的 就是奖学金的一个letter 实际上就是一个雇员的一个合同 因为他是研究助理嘛 OK 那么这个案例给大家参考好吧 就是呢 对于像数学 英雄数学 生命科学啊 化学啊 物理啊 之类的啊 这种就是基础性学科 实际上的 以美国为代表的学校呢 他们主要还是本科阶段之后 是博士教育为主 如果你的学术准备充足 并且呢 你有很明确的一个学术兴趣 以后想要去从事学术科研或教学工作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直接申请PHD 就是所谓直接直博 作为主要的一个考虑目标去申请 好吧 这个案例供大家参考